麦卡锡要访问台湾 那么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他的这番谈话虽然没有点名 但是名人一看就知道是讲谁 美国有关议员 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要做影响中美关系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情 其实事实上麦卡锡来台湾 在我们看到各大节目 包括我们的节目讨论了好多次 大家有一致的看法 就是说这次大陆解放军的反应 绝对会比上次裴洛西来 更加强烈更加严重 史上最严重 所以呢请教一下 我问一下这个委员好了 我稍后也是要同样问一下网友 回收一下网友意见 把我们的蔡英文想想办法吧 好不好 他也不希望得罪美国 我们也不要破坏台美关系 我们也要当个好人 我们要听话对不对 但是又可以很委婉的去拒绝麦卡锡 帮他想想办法 麦卡锡也确诊了没办法来吗 还是我们小英确诊没办法接待 麦卡锡他确诊 他怎么主持中医院议会 不可能吧 所以不行 所以麦卡锡不能确诊 只有蔡英文确诊 只有蔡英文可以确诊 因为蔡英文有700多天 不接受媒体访问嘛 他现在开始宣布 我再来就确诊400天 所以我没办法接待你 你最好就不用来 确诊到明年520 对可是我们很清楚的 麦卡锡要来 民进党政府就是 美国众议院的附水组织 所以美国众议院议长要来 民进党政府不可能不热烈接待 我也热烈欢迎对欢迎来 因为我想看一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博弈 这一次的毛宁的发言 有没有比上一次问了很多 有啊 上次大陆的外交部的官员 讲的话很强硬 解放军讲话很强硬 结果呢 就整个大陆的网民都在期待 那个谁 那裴洛西降落中山机场会有没有什么变数 结果没有啊 光光融融降落 所以他们这些都炸锅了 结果第二天解放军推出了什么 围倒演习 这个整个情绪才化解掉 所以你也不能不说 大陆在这外面很有弹性的 我一直在纳闷一点 大陆画了很多红线 众议院议长不得来 现在来了一个第二个来你又来一套吗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大国博弈就是 我美国不断进攻 那你顶多 当然有人在讲说 你看那个裴洛西走啊 这个雷根号就走了 不然在大陆干什么 对不对 那台湾丢的就让你去跟 接受大陆演习的一个 我们在军队里面也讲 以前叫什么 叫做天堂路有没有 爬爬看 实验一下 我也都一看到这种局面了 为什么 因为不然整天喊抗中宝台 抗中宝台 裴洛西来之前不喊得过啊 震天尬详 对是没有错啦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还是 你可不可以帮蔡英文想想办法 以这个大家聪明的这个脑袋 这个智商帮蔡英文想 有没有这个解套的方式呢 如果蔡英文假设她觉悟了 真的要为台湾好 从上次 因为说实话对民进来也见得好啊 没有啊你的假设不成立嘛 不成立啊 蔡英文说为台湾好 这个假设能成立吗 我不晓得他们两位的想法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假设很难成立 前提不成立后面就不用讨论 对啊因为他只要当他2024 卸论什么事都没他的事啊 你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啊 对啊 你是太善良了啊 都不懂了人间险恶啊 好我问一下善良的强哥 答案很简单 跟那个蔡委员一样啊 这个不存在啦 不存在这个路径 也不存在这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毒树果实嘛 你今天跟我讲说 你要这个果子没有毒 那抱歉这树有毒 你怎么叫果子没有毒呢 所以源头就不对嘛 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说 基本上麦考西来台 这本来就不是操之于 蔡英文的手上了 那是跟蔡英文的两岸 跟外交的战略定位是有关系 我常常讲 这个美中台三边 就像说今天是一个敲敲板 或是一条线 台湾在中间 我们有一条线是跟 中国大陆联系 一条线是跟美国联系 这是国民党的战略 叫做亲美合中嘛 亲美合中说两边 我都要保持关系 两边都要可交往 可是蔡英文是什么 蔡英文是把 中国大陆这条线断掉 断掉你必然 你就会造成一个物理作用 就是你要全部往美国去倾靠 所以美国要什么东西 你就得照单全收啊 那我举个例子 麦卡锡来 我认为是个 几乎是个定论了 为什么 麦卡锡他已经说他要来了 对 他 第二个 陪洛西来已经来过了 那为什么麦卡锡我不能来呢 没道理吧 而且麦卡锡他在 这是选议长的状况之下 状况也没有很好啊 他也急需要有一个 非常强的政治动能 得来数 上次陪洛西来说实话 也重创了民进党的选举嘛 跟他的知识度嘛 这是我第二个要讲的嘛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就是说 基本上重创不重创 民进党现在可能各有解读 我觉得民进党也可以解读说 重创是因为2022地方选举啊 地方选举大家不关心 这个所谓国际 他可能就他就很难聚焦在抗中宝台那种 所谓仇恨情绪牌嘛 但是2024不一样啊 你怎么知道2022年 陪洛西来 这个选举结果并不好 就等于2023年 今天麦卡锡来 2024选举结果不好呢 民进党心中是一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你刚才讲信仰也好 迷信也好 他认为今天不管输的在场 只要到总统大选 我回到抗中宝台的基调 我一样是能够翻盘能够逆转胜 这个你不能怪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曾经有实践经验 2018他输了多惨 我刚才2018我归纳三个大败因素嘛 东厂张天青 北农吴英宁台大媒校长 对不对 可是我问各位观众朋友 这三件事情让民进党大败之后 民进党在2019年提出来的 总体战略是什么 抗中宝台 同样的啊 你这一次是这个高端 这个陈时中抄袭林志坚 黑金满台湾 这是他三分大败选原因 这是2022年 你自己看民进党 现在的动作是什么 他有要去反省高端吗 有吗 有吗 没有吧 陈建宏都当院长了 为什么要反省 对怎么反省啊 他就是要加码护航高端啊 这个阵列就是高端团队 就是我想高超内阁嘛 高端宰家抄袭哥内阁嘛 高超内阁嘛 那你今天看到他既然没有打算反省他 2022年的拜英 民进党难道不想执政吗 民进党会坐以待毙吗 没有 民进党就一定要回头大 我就算用赌 我也要赌抗中宝台 所以麦卡锡 大家不要紧张 真的我觉得大家太紧张 麦卡锡来 绝对不是民进党最后一招啦 只是开胃菜 起手势而已 你现在就要帮民进党操心 说叫麦卡锡不要来 别闹了 麦卡锡在民进党未来的战略当中 来这边 所谓的抗中宝台的 这一个大战略的布局当中 他只是起手势而已 那我也认为 台湾民众某种程度 我觉得我到 因为2022年 我对台湾民众 还是有一点点信心 确实陪洛西来 台湾已经变成 举世滔滔最凶险之地 但是台湾也是举世滔滔 最处变不惊之地 对 我们都已经被围台了 那台湾民众不怕啊 对不对 不怕 可是你又发现一件事情 不怕还真就没事 那我也跟 其实我也跟大陆也要说句话 就说什么 就说基本上 民进党现在做的抗中宝台 连梁文杰自己都讲 梁文杰这怪他落选的原因是 他归纳他的败选原因 你有没有听过啊 因为抗中宝台操作过头啊 梁文杰是民进党 新任的陆委会副主委 他都说他输是因为抗中宝台输的 所以送他去抗中宝台 所以我就讲嘛 就说基本上大家好 麦卡锡我觉得是会来了 大家处变不惊吧 那中共说真的 我觉得头痛是中共啦 对啦 对你今天裴洛西你围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 两个导箭过去你都不怕 难道还要怎样 有人说你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无人机飞过去 无人机越过领空嘛 因为你都已经围台了 门口都堵了 那你请问下一步是什么 所以确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当然忧心 我跟他说我也忧心 可是我们忧心没有用啊 我又不是职任啊 无人机越过 我们也还是不怕嘛 对不对 那你真的要担心 真的担心 因为说真的 我认为啦 大家听听看 我认为现在两岸关系 不管说民进党怎么操作 我觉得中国大陆方面 应该都是保持某种冷静状态 为什么很简单嘛 2024就要选举了 对对对 所以你先等选举结果出来再说嘛 我举个例子 两岸的核根战 对两岸的核根战 2024就关键的选举啊 兵凶站围要继续上去 你要继续无限上升上去 大家要投给民进党嘛 但是你要回到说 两岸处在一个可交往状态 你就我不敢讲国民党啊 至少投给非民进党 对事实上这个台湾的选民的智慧 还是很高的 但是从这个麦卡锡 来我先回收一下 我还有意见好不好 帮蔡英文想办法 假设蔡英文是善良的话 那他怎么样跟麦卡锡说不呢 马属说什么 我没钱啊 好永璇 开视线会议麦卡锡不必来台湾 不错哦 瑋瑜跟麦卡锡说 你们白没钱 别过来 好PC 蔡依依要做大手术 我见不了客 Sinner 不发签证就可以 对耶 这么简单的方法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对不对 还有这位韩国朋友 我想到的话 总统我来当就好了 好再来 你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邱芬一一说 我确诊了 请你不要来 然后芬妮 实话实说 要来我们欢迎 但是我们不方便 好没乐图 一切自备 台湾没钱 你们真的很会 亚米 就说蔡依依是坐月子 不方便见客 一一出去躲躲 说不在家 还有这个 惠美 只能依靠台风了 拜托台风来 四月有台风吗 一语怀孕中 站在养胎中 不便接客 你们是很坏 很坏 林美 蔡英文学学 引席月 说她去度假 对呀 上次人家引席月 就这样子 哪有什么想不出来的理由呢 对不对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请题 请问